大家好,我是索菲亚,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在家里头就可以种出一种蔬菜 那就是这个萝卜的叶子,也叫萝卜因 据说呢,这个萝卜因呢,含有很多的维生素 还有维生素A,维生素C,这个维生素C的含量 就是这个叶子的维生素C的含量 比这个萝卜的含量要高出四倍 而且维生素C是对人体是非常好的 可以抗这个老化,还可以防止生黑的斑等等作用 所以种这个萝卜因,在家就可以种到 那么下面我就分享 怎么样呢,可以在家里呢,种成这个萝卜因子 这一棵是我一个礼拜前种的 现在已经长出很高了 那么今天呢,我要分享给大家怎么去种 首先,这个萝卜买回来 要买呢,有这个头的 要有这个阴子的 有些萝卜呢,它是缺掉的 所以去挑选呢,有这个阴子的 这个,就是有叶子 有一点小叶子的这种萝卜 然后呢,拿一把锋利的刀 给它削下来就可以了 很简单 就是削一点萝卜出来 留一点萝卜在上面 这就是削下来的萝卜因子 那么用这个容器 我还是用这个容器 这个容器里头呢,种了一颗 这个葱 所以这里头还有很多的位置 那么就在这个位置里头 这个容器呢,就是随便的家里头 家里有那些装什么的 这种塑料盒子都可以 就放上这个泥土 这个泥土呢,是 这个potting soil 就是用在盆栽的泥土就可以了 那么然后就把它埋进去 就OK 然后就等它生长 每天呢,给它浇些水 喷些水都可以 我这里还有另外一个 我也给它种进去 也是刚刚切下来的 把它放在一个有点阳光的地方 就好了 这样就种好了 现在给它淋一些水 每天呢 每天呢,也可以呢 给它喷一些水 在它的叶子上喷一些水 这颗葱呢 这颗葱呢 我是吃了 剪掉它 吃了它又长出来 非常的方便 而且长得也非常的快 那么这个 萝卜因子就种好了 而且我这个 这个 这个塑料盒子呢 底下呢,我套了一个 上面呢 这个转了洞的 下面那个是没转洞的 这样子就可以脱出这个水分 这个水就不会流出外边来 这就很方便 给它们喷多一点都没有问题 在家呢 就可以吃到自己种的萝卜因子 非常的方便 也容易种